力的平衡 感谢汉林电子教科书图片以及影片的支援 同学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体操选手 如此优美的站在平衡木上 他受到几个力量的作用呢 他受到了一个向下的作用力W 同时还有平衡木撕给选手一个向上的支撑力的作用 这上下的力量这个两个力量同时作用之下呢 我们看到体操选手稳稳的站在这个地方保持静止的状态 那我们来看看底下的这个实验 首先我们拿一个钢圈 把钢圈放在白子上方 接下来取AB两个弹簧 分别从两侧去勾住这个钢圈 然后在钢圈的中央画上一个十字的记号 来注明这个钢圈呢 所停留的位置 同时两只手呢 个别都用40克重的力量去拉这个钢圈 你看到这个钢圈 它仍然静止在原位置上面 接下来两只手同时让两边的弹簧秤呢 读数增加到100 而钢圈仍然保持静止在这个桌面上 所以根据刚刚的实验 有两次的数据 当左右两侧的弹簧 它分别视力是40克重的时候 钢圈可以保持静止在原来的位置 两边如果同时受力是100克重 钢圈一样可以保持原来静止的状态 换句话说 左右两弹簧秤的毒素相同的时候 钢圈可以保持静止不动 就好比它不受到任何力量作用的样子 这时候我们称左右这两个力量呢 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也就是两力平衡 那么力平衡是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再用这个钢圈 受到两端的弹簧秤 同时作用去拉它的这个分析情况 B和B两个弹簧秤 同时施力在钢圈上方 这两个力量呢 根据刚刚的读数 你可以知道它们的大小是相等的 此外就方向性而言呢 看到钩子的地方 A弹簧秤呢 是把这个钢圈 由往左边拉的一个趋势 B呢 则是把它往右边拉的趋势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这两个力量的方向是相反的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到这个作用力 它是沿着同一直线 同时作用在原本是静子的物体上方 然后呢 还可以让这个物体维持原先的静子状态 原本是静子的 即使受到你这两个力量作用 依然保持静子的状态 我们就称它达到力平衡的状态 而此时AB这两个力量 则是互为平衡力 老师再帮你总结一次 当两力要达平衡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符合三个条件 首先大小要相等 方向要相反 接下来呢 是沿着同一直线上